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相信你们应该不知道这是什么吧 我跟我想象中的开箱场景比较一样 我会觉得我本来想的是那种 很Drama的开场式的开箱 不过就是这么平淡 我觉得也挺好的 十万 谢谢各位一直以来的支持 非常荣幸 这奖牌肯定不是属于我这一个人 是我们这个频道的所有 感谢有你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这是之前答应过你们的 分享这个十万粉讲台的同时 做一期Grand A的影片 闲话就不多说了 我们这一开始 一份问职业 之前是摄影师 你也是学摄影专业 想要我们的摄影师的经验 或者赚第一桶金 职业是摄影师 所以现在做影片呢 算是半兼职这样子去做 不过我的重心也能慢慢转移过来 那我觉得还是有蛮多更想尝试的内容 所以需要把重心花多一点再运到这边 我本来呢最长刚毕业是没有一开始就做摄影师 因为我在大学学的专业 不是摄影专业是视觉 那摄影师是当时的一个爱好 那后来呢就觉得说 比较想从事这份事 但是我没有找到最一开始毕业 马上就做一份摄影的工作 那我是在一个数码媒体公司呢做拍照 后来呢接触到电商的摄影 再后来我是想专门去再认真努力学习一下 真正的一些专业的商业摄影拍摄的一些项目 那所以呢我就又理直去找了一份人像摄影的工作 那后面呢也尝试过去学习一段摄影的产品摄影 反正总的就是想学的东西基本上学的差不多了 但是有一段时间就感觉 一直帮客户去拍他们的要求 我自己不是很开心 就是创作的感觉跟我自己喜欢的方向不一样 虽然说我能让客户满意 但是就是自己并不开心 所以做了段时间就很意思我怎么做 那你如果说到摄影师第一档金 我觉得还是在保证自己有一定的专业知识的技术 和对产品的抵解能力的基础上尝试去接一些四单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好锻炼自己的一个机会 第一档金当然也是从对以来会更加好 如果你一直是做助理或是单纯的在工作室打工的话 可能第一档金会比较难一点 然后每个人对于第一档金的这个标准是不一样的 我个人觉得如果你是刚毕业然后从事摄影这个行业时间不长的话 其实你有成功的接一个四单 然后做到双方都满意的话 我觉得自己已经算你的第一档金了 不要对于这个第一档金这件事情太过于是做了 你还是首先得提高自身 你才去考虑这个事情 时尚博主经济方面是无论松水 好多大民主党博主还是说本来在就好 我家里没有矿我很穷的 我一开始没有说给自己定位我是一个时尚博主 或者说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博主 我只是单纯的就想分享一下自己日常喜欢的东西 表达一下自己对于这些产品的一些理解和感受 当然如果同时呢 能给到各位有一些贡品一些帮助就更好 这是我最开始的出发点 做了一段时间会发现原来我分享的东西 真的在帮到人的同时呢 同行业的一些其他品牌的台方 会看得到我的分享面 他们认可我的风格 或者说我的对于产品的理解和转述吧 会尝试联系你说 要不要感受一下我们的产品这样子 所以说很多东西并不是说我真的拍什么 我就买什么回来拍 不是这样子 当然也有一些确实完全没有联系过我 但是我也是一直会掏钱买的产品 这个就是什么样的情况都有 不是一概而论 你们看到的贵价单品呢 也是我做过一些功课 有一些取舍之后呢 才会考虑入的单品 不是说忙碌的无脑充 所以我分享的一些单品呢 都是我个人觉得 经过我自己的分析之后 会适合我的生活 并且把我喜欢他的一些理由 拿出来展示给你们 视频观看量或者互动量低的时候 怎能復顾心情 最开始我确实会有这方面的这个 怎么说呢 执着 就觉得啊 为什么没有人看 或者说这一期的反响好像一般啊 但是做了一段时间我就感觉变国系了 没有能够在意这些 就像我前面说的 我分享的东西就是 就是我喜欢的东西 就是我觉得好的 然后把我喜欢的理由分享出来 而并不是说 我要为了蹭B站最近的画地活动 我说我要蹭一个网络热点 这些 然后以此来圈一波流量啊 出个圈啊 我从来是没有考虑过这些理由的 我做内容完全不会因为这一些 而成为我的动机去做 我觉得这样就太 我也不能说不好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这么做的 只是说 这不是我做事的 风格标准 如果最近我手中没有什么我喜欢的东西 或者说我没有录一些值得分享的东西 我就不发 就这样啊 如果说我有遇到很合适的东西 我迫不及待想要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我才不管有什么话题活动 也没有什么热点 我要分享我就要分享 这就是我目前的一个想要 对这个频道的发展 定了一个算是标准吧 我是说 当然不像那些特别有目的性的 UP主们开一个频道 专门就是为了变现用 我觉得还是 我的出发点还是没有变过 从一开始到现在 数据当然对于UP主是很重要的一个 衡量标准 但是我现在并没有在意它 因为我也不是全靠它去过日子 当然我也不能不尊重数据 因为它毕竟是衡量你这个频道 还这样配合吧 这是我现在想要去努力的一个调整方向 所以说 目前我还是观看量低 或者互动量低 我不会有太大的心情起 这个无所谓 反正我达到自己的目的 我在拍摄我在创作的过程中 我享受到了快乐 我享受整个过程 我觉得就满足了 见我经常点赞大家 那我们也是开个车 老大中 新入的影视 还有适合情欲的一些行物 影视的话 其实做出来不怕你笑话 我最近迷的反而还是老的克罗欣 我就觉得那些老银是 比现在新出的一些款式做工好看 而且老银的配方 跟现在的东西也不太一样 就质感看去就不同 不过我觉得个人 我本身不是很容易驾驭太多 克罗欣的那些画的东西 只是最近比较适合情侣的好物 其实我觉得就像这种 纠件的一些比较基础的 然后入门的款式 我觉得就很适合情侣带 因为它 你那个戒指给我 就像我现在也是情侣的这个 双鱼戒 两个 好大一点 这个就是 先进双鱼 一人一个 我觉得就是这类型单 你就很适合情侣带 因为它基础的来 好配对 然后 不会太起眼 并且也不会有 过于浓重的 印第安影视的风格 让你搭配得很困难 我觉得这个就很适合日常 你穿什么样的风格都可以 然后并且它 有一点点先进做点缀 其实 有高级感或者说是 优雅的感觉 会多不少 就很适合男女和情侣 什么样的性别都OK 我不是说这某样特定的单品 我说这类型的单品 可以再去看看其他的 反正总之就是一些 低调的入门的 一些产品 我觉得很适合 想知道ROCK是怎么调教出 属于自己的审美的穿衣 因为看到很想的穿搭 有户外 有技能友 街头美 一套look 都很和谐 以及想知道我 对我来说 穿衣的舒适边界在哪里 并不对比较 另类单元接受程度 最后还是 诸可ROCK收到十万分钟 首先 谢谢这个作为朋友 这个问题我觉得挺好的 所以当时我也是保留下来 我觉得这个问题 其实 要讲个透彩还挺难的 因为首先 你说调教出 属于自己的审美 我觉得这一个 就非常非常的 需要花时间 因为审美这样的东西 我个人觉得 我不止一次的感受过 我这个想法是对的 就是说 它是人与人之间 我不能说不可逾越的鸿沟吧 至少是非常非常远的距离 就是哪怕 我们的很多观点都很一致 但是审美不同 真的很难在短的时间 说服对方 能够达到审美一样的这个标准 在审美上过于纠结 别人跟自己一不一样 我觉得是 非常浪费时间的一些事情 所以 你可以看到网络上 有很多指责 而别人的审美的这一种言论 我个人觉得完全就是 暴露出了自己的低级 以及无脑 就真的很无聊 但是 这确实不能忽略这个问题 因为审美的组成呢 我认为是 比较复杂的 它首先对你的文化背景 你的教育背景 你的成长经历 你所处的 整个大环境的氛围 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是所有的这些成长经历 陪伴着你 潜移默化 陪着你那么多年呢 影响到你的这个审美观 慢慢培养出来的 所以这个是复杂的一件事情 当然也可以在短时间努力调教 我说的短时间至少也是按年算 对我自己来讲 可能是因为有学美术的关系 所以这方面呢 我会花的时间比 没有从事艺术工作的朋友 可能会稍微多一些 那所以可能有一个 你们觉得好像打理过 调教过审美的这个东西 说实话其实也没有 因为只是学画画的话呢 你是练不出审美观的 因为要去接受 要去学习 要去花时间 而不是说我懂得素描 我懂得运用色彩 我就会穿衣服 这是两样事情 在学习美术的这个过程中呢 同时会要对穿着打扮 以及时尚潮流这些感兴趣 然后并且去了解去学习去做功课 是这样子 然后我渐渐的 从喜欢的东西变成 可以驾驭的熟能生巧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没有十几年这样子的 不断的去尝试去学习 然后去转化成自己的东西 自己的一个表达方式吧 穿衣的舒适边界 其实我的边界还挺窄的 我觉得我挺保守的 穿衣服的话 我不会尝试太多 花里胡哨的款式 首先要分两种情况 一种就是特意为了传达而传达 我清楚的知道 这样单评它的风格是那个样子 虽然不是我日常出门 会去穿成那样的风格 但是我明白它的风格属性 我懂得如何搭配 能让它表现出 它最应该表现出来的方式 或者说 我把它穿成我自己会最常穿的风格 这是两个不同的方向 首先懂得这样的话 这个穿衣的舒适边界 就会宽不少 就算这个风格 不是你自己日常穿的风格 但你懂得如何下雨 或者是表现这样单评的风格 那也是一个蛮不错的努力 我的边界其实就是在这里 如果是我日常能穿的出门的风格 我喜欢把它收入当中 隔三差五呢 会时不时的换个花样 去打一打探探 如果是不能接受的话 我可能就是 看到图片 真的不错 但是我完全不会动 因为我清楚知道 我自己驾驭不了 就像Penna 是一个品牌 我是很喜欢 包括它们的lookbook 它们整个branding的一个方向 我都特别喜欢 但是我清楚的知道 我驾驭不了 所以 并不是说不喜欢 这个边界呢 我觉得首先 在认清楚 产品或者单品 或者品牌的风格之外 还要认清楚的就是 自己的个定位 要懂自己 然后才能懂 怎样的东西 适合或者不适合自己 这样你就会有一个 比较清楚的边界了 可以接着来几期咖啡的 看我做咖啡就最多享受 我有想的 但是 一直以来 都被不断塞过来的一些 品牌或有单品的 想要推荐和分享的东西 给lock掉了 但其实 我日常呢 是没有放弃除咖啡 我每天都会去做 基本都是这样子的 咖啡这个也算是我保留项目 我的咖啡器具都换了不少 有空的话我再整理整理 然后重新分享一下 我新入手的一些咖啡器具 给你们的大学生想拍Vlog 或者说这种记录 哪款新价高的摄影设备 其实我觉得手机就挺好的 即便是用手机单纯的拍摄 可能也要配一些 像是自拍的反光镜 或者是一些自拍杆 或者是麦克风 或者什么之类的一些 配件啊 或者稳定器啊这些 当然如果你有心的话 最好还是用一些微弹之类的 后期空间又更加大一点 并且拍摄出来的效果也会不错啊 当然需要你有一定的知识和基础 来掌握这些器材 其实我觉得手机的ZVD 就挺不错的 不过我是十多年的驾轮用户 所以我一直习惯用驾轮 这个没有好坏 看自己习惯就好 看到我们天天更关注的UP 我都想问问我会做哪些案 平时在B站 除了自己的视频 还看的只是 其实我逛B站 逛的挺窄的 我喜欢的东西 我来回回就看起样而已 但是我看的最多的可能是 一个是袁老师他们的讲车的频道 然后还有就是 配同5个的游戏频道 这是我比较常看的一些 这一类的视频 然后有影视剧风啦 我很喜欢听他们做的一些内容 都很棒 再一些就是偶尔 可能看一些 评测类的视频 对比较少 除非自己有需要 不然我会没事就刷这一类视频 但这基本上就是 我们只会去看的一些 如果说喜欢的UP主的话 不局限于B站的话 我最喜欢的是 Pieter McKinnon 还有一些 讲咖啡的UP主 在YouTube呢 会是 James Hoffman 在B站的话 可能是Sophia 还有一位UP主 后面T.A.D. 他对于咖啡公司的描述 特别的精准 我很佩服 哦还有就是 日本那一位Ox Out 他经常拍一些 电影调色的质感 我觉得也不错 拍得很好 然后你可以从他的一些影片中 学到很多灵感 还有一位 来自Peacebook scene 的 Rioya Takishima さん 他的影片风格 是我觉得 在创作氛围 然后对于 食物制作的质感 然后是整体的 生活气息 生活方式 在一整个态度上 把握得非常好 我非常喜欢的 早期我自己有一些 关于制作咖啡的一些影片 在很大程度上 是受到他的启发 还有一位我最喜欢的 也是我的偶像 天空上的影片歌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些 想知道我没有断舍离的阶段流 的话怎样准确度过 生活中的断舍离 我没有做得很彻底 因为现在收到的东西 越来越多 还来不及断 但是我已经有尽量 收拾这个断舍离的心情 去尝试不要 管那么多东西在家里 首先少入手 我觉得就已经是断舍离第一步了 但是你说到其他方面 早两年 我觉得我的穿着风格 可能受到郁静充的影响吧 会比较偏Nordcore 那这样的话 我觉得也算是一种断舍离 风格比较简单 需要的单品的数量 也就不会太多 上班同期的话是足够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阶段 但到现在呢 我就没有那么的Nordcore了 我会尝试多元化一点点 反正都是自己喜欢的东西 没有给自己这么多框架 不排穿搭的时候最常穿的五双鞋 如果说我没有要排穿搭的话 我最常穿的都没有五双 也只有两双 三双这样子 X16肯定是其中一双 再过来一双 最近比较长穿的一个是2012 有试过迷茫 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情况吗 如果有后来怎样调整 有啊 对于整个频道 或者说我想要发的东西 我想要表现的东西 不能说迷茫吧 会有疑惑 就是不知道怎样去拿捏 这个表现手法我就好 后来怎样调整呢 就是把我能想到的 或者说我脑海中想象出来的东西 看怎样能实践它 我就办多其中不同方法去实践 能成就成 不能成的话 我就画个思路 就是这样 目前来讲我的想法就是这样 没有太多的好的解决办法 就还是要去试吧 当然说如果实践比较近一点 或者说是很明显 排斥成本或难度太高的话 可能我就会首先放弃掉 因为来不及做 那我就宁愿说 选一个比较保守的方案 这是我目前的选择 没有对错啦 这个每个人的解决方法不一样 有没有关于无技能风的穿杂 有啊 往前翻我的影片就有看到 最喜欢穿衣风格 我会比较偏向于 有功能性比较使用的一些单位 就是像这种Brest这些外套啦 轻量化的一些 技能感的单位 然后就是 我觉得不能叫CD Boy 因为CD还够了 但是风格还是那一类 就是日系点休闲一点 主要还是以自己舒服为前提 对 这是我目前的一个想法 有没有买摩托车的想法 没有 完完全可以 但是买的话 真的没有 封不起这个信 就考虑换穿衣风格嘛 不排除这个可能性吧 我觉得 什么都可以尝试一下 但是前提还是要 自己去 从心底里去接受 而不是看别人穿好看 所以说 更加工尝试 这个就不必要了 对于衣服好坏的标准 怎样衣服百姓 展开自感不掉的图案 设计 形状的排序 对 这个问题我觉得也蛮好的 当然每个人对于衣服好坏的标准 应该是不一样的 没有统一答案 或者说没有标准答案 我自己的话 我觉得首先就是 Cutting 我觉得检材是放在第一位 因为检材不好 再好的材质 再好的用料 或者说再好的图案设计 方向来都是浪费 穿着身不舒服 比如说 抬起手来 夜窝这里扯住了 或者说 领口不合适啊 下摆有点歪啊 拧啊之类的 就这种 检材上的错误 会让一件衣服 毁得非常夸张 第二的话 我会排材质 对 因为质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元素 在我看来 即便它剪裁 不能说 90分吧 就仅仅及格的话 材质好 其实也是我觉得 可以加不少分的 因为毕竟 尤其是贴身的衣物 算是很舒服的话 就真的会加很多分 如果不是贴身的衣物呢 那 Cutting反而显得 没有特别重要 材质的话 当然就看自己喜欢了 看它是 中层还是外层的衣服 然后选用不同的材质 选一下什么效果 因为其实 我当然不是学服装这一块的 我不是科班出身 但是我有做这块的朋友 对于一个服装设计师来讲 我觉得他们 看到这个材质的第一眼 脑海中 应该就会形成 这样的材料 做成衣服之后的效果 应该怎么样 他们就会有这样的一个预判了 对材料十分了解 十分拿捏的好的设计师 我觉得 做出来的东西应该不会太差 所以材料材质 我会帮第二位 第三呢才是 图案设计吧 这一个我觉得 偏街头品牌 可能会多一点 因为如果像老牌的实装 不一定会把 平面设计 图案设计 这些放在每一件单品上 但是 材料品牌的单品 会比较多一点点 我文化上的元素 需要用到图案去表达 尤其像是Botlack的那种 HIPHOP的T恤 Vintage T 所以这是我大概 对于衣服 标准的 评判顺序 包括自己 平时选衣服 大概也是 从这几方面 几个关键的元素去考虑的 除了做 实际上的材料 穿搭UP主之外 有没有想做其他内容 有啊 刚好发咖啡那些 或者说是 日常出门那些Vlog 其实我就是想要 在自己的频道内容 加多元化一点 不想做主线于 紧紧的一个内容 就太无聊了 因为人本身就是 多样性 多面 所以我可能会更偏向的 说是成为一个 生活方式分享类的 除了不只是 简单的 时尚单品 然后后面可能还会 有多一些其他的 不同类型的内容 如果你看到有一些觉得 好像明明我以前没有发过 怎么突然来一个这样的 也不用太觉得意外 就是我会尽量尝试 更多不同准备的内容 名字是什么意思 名字就是我自己的名字 认为球鞋 在售泡泡 会引疫情在明天吹长 你不觉得这个泡沫 现在整个市场 其实已经 简化账了 而且我觉得 现在慢慢重新 其实在往 潮流玩具和 潮流家具 这方面去转 触觉敏锐的朋友们 应该都能察觉到这个变化了 但是这个话 我不想说得太满 就点到为止就好了 最喜欢的帽子 最喜欢的帽子 就是那个想不够的内容 那个帽子我有很多顶 所以你们一直很想说 要我分享一期帽子的影片 分享一期影片 只讲一款帽子的不同颜色 我觉得也挺无聊的 就没有去做了 我的帽子种类不多 都是一些CATCAT 或者是一些HAB 这种 冷帽也就来了回回几顶 不太多 觉得目前够用就好 因为帽子的东西还挺爱用的 近一段时间 都没有入过新款帽子 做这个频道 最多收获 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 有你们 有这样的粉丝 支持者 或者说是同道的朋友 我是觉得 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 这是我做这个频道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 我是上传第一支影片的时候 我还没有想到 会有今天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和成就 挺意外的 所以说 我觉得 Follower 是我的最大的财富 也很感谢你们 我觉得是我的荣幸 想看更多Vlog 我尽量尝试吧 但是我个人觉得 我自己拍摄Vlog的手法 太生疏了 我还需要多多的练习 讲述故事的这种表现方式 我觉得 我自己也不是很满意 虽然有尝试一些 也希望你们给我多个体力意见 我自己也尽量去多多的练习和锻炼 我会不会通过跟其他类型的 来自跨界合作时间粉丝 互相融通 如果说 效性合适 或者说 大家沟通过 有同一的意向的话 其实我不排除这一个可能性 但是目前我觉得 还是需要 商量和计划的一件事情 不是说做就做的 但是没有说 抱着那么明确的目的 说想要粉丝互相融通 我觉得这个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 喜欢的话 自然如果管输 不喜欢就会喜欢 做人会喜欢 我倒没有说太强求这一点 因为我觉得粉丝是一个 非常珍惜的资源 需要去保护去呵护的 那说到粉丝这一个 20年的12月份 我看我的后台数据 我的粉丝的平均年龄最多的 大概是26到40岁 那当时我觉得好像没错 就是比较有自己独立的 经济能力的思考能力的 这样的年龄群 然后并且也有 不错的消费能力 然后有一些 跟我喜好相似的一些类型 所以会去用这样的需求 来看我的频道 好吧 回答完这么多问题 其实我也有一些 自己想要反省的地方 频道做了这样的一段时间 有了这样的一个成就 其实我觉得它 不是一个 终结法是一个新的起点 对我自己来说 可能对于内容的要求 会变得更高了 对于制作的精良程度 会想要再抓得紧一些 然后在这方面呢 可能会花更多的精力和投入 包括一些用具啊 器材什么的 对所以其实这都是 少不了的花销 但是我觉得有这样的阶段呢 还是应该有 适当的比例的投入 至于说软件 制作方面呢 我有在学习新的 制作方式或者说剪辑技巧 但是我觉得还需要 一段时间的锻炼 和尝试吧 和实践 没有那么快能处得好 处得到效果 但是是不是说 每一次的作品 我自己都满意呢 我觉得当然 不能这么说 就算回头看 我有我自己喜欢的 某期作品呢 某期影片 但是它能不能变得再好 当然可以 是可以不限去把它优化的 每样东西都可以 不限优化 但是我觉得 不是说 扎钱堆掉 就能说做一个好作品出来的 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 适当的平衡 和把握它这个 投入产出的 这样一个比例 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 比较良好的 频道经营的状况 就是我个人的想法 对自己的话 我觉得 要求当然要比较严格一点 对但是 我觉得也不会说 太把自己狂的 那么的死 这样的一个阶段 这样的一个起点 对于我自己来讲 可能会更加放飞自我 我说的是 在内容的风格上 就不会说 其实我也一直不喜欢 说被平台牵的鼻子走 我不喜欢参加这种 营造出一个非常繁荣的景象 这些话题活动 并不是说它不好 每个平台有自己 打造文化的 倾向和喜好 这是正常 只是我个人 没有太喜欢受热闹 所以我会尝试的在 尊重平台规则的前提下呢 去 尽量按照自己的喜好 去制作我的内容 毕竟这是我自己的频道 那这大概就是目前我的一些状态和 对你们的回答 以及我的一些自我反省 黑口气说了这么多 那也很感谢各位看到这里 那我是Rock 我是一个希望能够成为一个 taste maker 分享生活方式的这样的维扬 我可以尝试 在未来的日子呢 分享更多 关于自己生活中的一些 喜好 一些物件 一些喜欢的品牌 一些由我个人风格的 传达和赞美分享 那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 我们建议一下订阅 那本期影片就到这里了 那我们下次再见 请期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